大家好 在上一讲当中 陶海星老师谈到了 对目前书法现状的担忧 谈到了书法到底是高深的 还是通俗的 那到底什么是书法 书法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陶老师的分享 书法呢 我大概今天要讲的是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书法到底有哪些基本问题 书法到底是什么 这些基本问题 如果认识清楚了 后面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个人认为呢 我们要强调 书法有三个本质特征 它有三个本质的特征 离开这三个本质 书法就不是书法 我因为教学的关系 我背景是个黑板 所以我把有些东西写一下 书法的三个本质特征呢 第一个 书法 汉字是灵魂 这是虚于不能离开的本质 如果说 不表达汉字 书法是不存在 那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一直在有人在 混淆这种概念 还有一个呢 因为现在开放的需要 我们比如说在英文里头 我们说 中国的字 被叫做Chinese 中国话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汉字 因为中国的文字不只有汉字 大家展开人民币就知道了 人民币上是好几种文字印刷的 它都是中国的字 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字 不能说中国字只是汉字 但是书法只能是汉字 书法的最根本的灵魂 它要表达的对象就是汉字 汉字怎么书写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就是书法 那么好 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了的话 很多问题就说清了 那么现在随着当代的艺术和当代的发展 有一些人试图否认这一点 所以出现一些所谓的书法作品 里头不是表现汉字 说它就是书法作品 甚至有些搞得很极端 就是把汉字解构了 然后拿水墨在纸上出现一些笔画 或者一些墨点墨块 就说是书法 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书法 也可以叫水墨的绘画 但是它绝不是书法 如果只要拿毛笔沾上墨 在纸上涂出来的东西都叫书法的话 书法就不存在了 即使是汉字文化圈 比如说日本 韩国 越南 整个历史上形成的这个所谓汉字文化圈 写的书法 日本叫书道 仍然主要表现的是汉字 或者汉字的变体 比如说日本的甲名 就是汉字的结构的一部分 我曾经看过一个韩国的书法家写的作品 我非常感动 尽管韩文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拼英文字了方块的 但是他很认真的拿汉字写书法 他说这才叫书法 所以我的第一点讲抽去汉字 书法是不存在的 好 这再补充一句 就说汉字是作为书法形成的话呢 不到 也就是3000年的样子 我们说甲骨文是3600年前的文字 甲骨文之后是商代在青铜器上 这个铸造的文字 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 我们叫中鼎文 这是后人给起的名字 但是最早呢 一直沿用到现在 它叫金文 它叫金文 为什么呢 因为青铜器 青铜也炼发明以后 古人误以为炼出了金 所以在金器上铸造的文字 就叫金文 一直叫到现在 大家注意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文字 不是书法 我们现在模拟回来说 我们可以写金文书法 可以写甲骨文书法 这才是真正的书法 所以真正的书法 是中顶文之后出现的传书 因为中顶文没有留下历史文献 只是铸造在这个中顶上的 大型的边中顶 现在都搞不清楚 铸造之前是拿什么在模具上 刻上的字 这个我们不讲了 总之这些都是汉字 只有在金文之后 传书的时代 也就是说 周 商周以后 春秋战国时候 才能形成真正的汉字的书法 而汉字的这个明确的叫法 还是汉代以后形成 在汉代之前叫秦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车同轨书同文的时候 仍然不叫汉字 叫秦文 那么我们说第二 第二是什么呢 我写的这种定义 不一定准确 不是严格的学术写法 是我们一种理解 书法是一种技术 我们这个群里头 你比如说我们家凡 多年他在这个写书法 他很用心在写 他要掌握一种表达的技术 我们都一样 离开这个技术 这种专门的技术 就不是书法 有些人拿个注射器 喷在圈子上 有的人拿个托法 沾上墨 抡过去 这些都不是技术 我们说书法是一种艺术 更确切的说 它是一种技术 包括刚才 这个 我们的画家 小孟他讲的油画 它都是一种技术 陈丹青特别强调 这个所谓技术问题 因为你不掌握这种技术 你不通过苦苦的练习 求索 达到这样一个技术的高度和精度的话 你达不到你的艺术表达的这个程度 否认汉字的书法是技术 这一定是走到外路上去 还有一些人拿胡子写字 拿头发写字 身上抹上墨 在悬置上打滚 这都不是技术 所以我说第二点很重要 汉字是一种 汉字的书法是一种技术 而且它是一种城市化的技术 京剧 城市化的 大家知道梅兰芳先生 举手投足都是城市化的 戏剧形式发展到顶级的高度以后 一切是城市化的 这种城市化使得这样一种技术 区别于任何其他技术 使得这样一种艺术区别于任何其他艺术 使得它从自在变成了自由的 这样一种技术和艺术 就它本来的自我存在 变成了一种它的自由存在了 它的辨识度很高 它就是它 任何东西不可以取代它 这已经使书法具有了哲学性了 但是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学习书法或者学习经据的人来说 它就是不自由的 它这个学问和技术本身达到的自由的高度 使得你任何学习者成为不自由的 换句话说 有人说一个书法学习者 或者一个书法家提起笔写字的时候 身后站满了老头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还有这个呢 有点像钢琴的学习 我们有好多华人家庭的孩子在学钢琴 好多孩子为这个哭鼻子 钢琴是一种高度城市化了的技术 你不掌握这个技术 你不可能参加演奏比赛拿奖 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城市化要求你弹肖邦就是像肖邦 所以说国际大赛钢琴弹肖邦摩扎特 谈里斯特你才能拿奖 你说我弹得很好 我来一段你是我的小苹果 那你连入围都进不去 都不会让你参加的 它是一个高度的技术化 城市化的技术 但是是不自由的 它在一个自由的体系里头 深深的陷入了不自由 所以书法的学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和钢琴学习和任何的舞蹈学习等等都一样 它是一种专门的技术 它要付出努力付出辛劳 付出心血 它是城市化的技术 那么这种不自由 带来的就是 个性突破以后达到某种自由的快乐 快感和成就 使得书法成为一种哲学存在 这是第二个本质特征 第三 书法最后表达的是个体的一种修为 修是修养 为是作为 也就是说你的全部知识 你的生活经历都通过书法来表达的 那么这个问题上呢 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历史上有很多说法 叫做人书俱老主义 年轻人写书法可以很抢眼 但是一定是修为不足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 阅历的增加 知识的积累 经验的丰富 才能够增加自己 用修为表达的厚度 还有一句话叫做 人品高 书品自然之高 就是说他和人的修为是连在一起的 所谓宋四家 我们说唐代的和宋元的四大凯书大家 欧阳巡 颜真卿 柳公全 赵孟甫 这是四大家 剩下到了宋代 刑书四大家 苏东坡黄亭间 秘符 下来还有个菜 最后就选了菜香了 因为菜经是一个人们不喜欢的奸臣 所以就换成了菜香 所以说修为是书法 用修为来表达书法 他和个人的这个个体的修为 是分不开的 所以说这是书法的三个基本的本质特征 这三个我说完了 监制动力捨立责 移符 启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